她生那啥后儿子肺癌了 肺癌的那儿住院的那儿住院 为什么钱没少这儿也没少账 也没存下 当时老伴那时候住院的花多少钱 那也那花不少钱 十多万二来万的 花了将近二十万给老伴看病 但还是没能留住患肺癌的老伴 那会儿也因为需要照顾生病的老伴 赵大姐就放弃了做水果的买卖 现在姑娘儿子都成家了 赵大姐想 总个儿子儿媳住在一起 也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趁着年轻 自己还想再迈出一步 反正我也没啥 现在就是我一个人 也没房也没地儿啥也没有 反正条件操作就行吧 咋得够我俩花的中国是那么想的 给老伴花钱看了病 给儿子娶了媳妇买了房 赵大姐说了 现在自己啥都没有 找个不挑自己经济条件的 有医保有工资的就行 而王叔那儿还真就不挑经济条件 于是洪翔决定 先让这俩人见解 你好 这个友谊的握手从哪儿开始 来吧 友谊的握手还能挂回去了 这个是赵云青 赵大姐 这个是王春辉 那个叔你先给介绍介绍你这屋 逛一逛看一看 这个也没啥介绍的 就是这么个情况 是 你这个屋 那个屋 啥的你都给参观参观 这屋就是 我参观了 我参观了 你来到炒牢了 这屋就睡觉了 听屋权说句句话 好像心里没有那啥那种 那种说 第一次你还见起那种感觉没有 我们乡周这眼 我们乡周在哪儿呢 这哪儿像 刚一见面啊 这俩人还都有点没放开 给彼此演员跟印象分啊 打得都不太高 不过相亲这事啊 咱得慢慢看 详细聊 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不是 我不控制 我是能村的 知道吧 我户口也是能村的 但是我能村也是没能村待过 明白不 明白明白 我正在那个酸洋待着 我二十多岁吧 就来到酸洋了 来酸洋之后我就开始做买卖 做生意 那时候就来做小码的吧 还真没说零售 就推着大飞车了 啥子啥子推卖 那种的 就卖水果嘛 完了以后呢 一点点就大了嘛 就做批发 在市场往处开一遍 就这样事的 做了十多年 完了之后我家里有病 我也啥也不干了 就大爷子了 那里寸他 你家 五十年了吧 我家里是没的 走了 孩子呢 孩子结完婚了 几个 两 我一姑娘一儿子 快小的 我的个儿不高 我发生 赵大姐说 从王淑的说话唠嗑中 能感觉出 王淑是个挺实惠的人 唯独就是客有点小 听到这儿啊 早红娘 开始特意见起了王淑 您没看书 就是说现在年轻的时候 可帅了这样的 你信吗 别说年轻的 他信了啥 但是吧 话也不能论书 是老了 岁数大了 但是你有风光 你有风光的一样 那你年轻时候 有风光的时候呢 那都咋风光 说你咋说呢 那时候 我不是说我来学 假如说我乡中哪个小姑娘 我就是主动的 你可能是同意